霍宇浩与唐武童成为超级斗罗 两人武魂融合后展现的实力有多强 竟让徐三世老妈直呼徐三世就是个废物 剧情紧接上级霍宇浩与唐武童双生超级斗罗后 便告别牛天太坦离开了浩天宗 霍宇浩决定先去斗陵帝国首都灵斗城看看 虽然说日月大军从史莱克城撤退了 但也保不准会对斗陵帝国用兵 唐武童也点点头说道 对就去灵斗城吧 最危险的就是斗陵帝国 三世兄他们未必挡得住啊 早些十日斗陵皇室被日月魂倒士团覆灭 作为亲王的徐三世成为摄政王 继绝陈夜古一等人留下辅佐他 管理斗陵帝国内部事务 另一边灵斗城皇宫主殿内 徐三世看着一条条军报城上脸色铁青 这一个月以来 皇室覆灭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 一些野心家顿时起了造反的心思 两名皇室之戏以秦王之名发动叛乱 率领大军第一时间朝着灵斗城进发 其中一支军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徐三世在大臣和将士的支持下 虽然掌控了以灵斗城周边的城市控制权 也分兵去抵抗那两支皇族进军 最终结果却是被分而兼致 内有叛军外有敌军 徐三世心中焦急又毫无办法 他也曾向玄明宗的父亲求援 但对方不看好这种情况下的斗陵帝国 始终是坐壁上官 只有他母亲前朝公主的雪凌勋前来助他 雪凌勋看见儿媳妇江南南很是喜欢 握住江南南的手便问起生孩子的事 一行人闲聊着 突然皇宫大殿外冲进来二十几人 将徐三世等人围络 这二十多人其中竟有五位封号斗罗 剩余的也都是八皇魂斗罗 只有两个人看上去修为较弱 一名四巡的七皇魂圣中年人 和一名六皇魂帝的阴冷青年人 徐三世面部抽搐自语道 斩首行动 那阴冷青年人告诉徐三世不要试图逃跑 因为周边的侍卫全部被解决了 外面还有八级魂倒器隔绝结界 天罗地网在劫南逃 徐三世看着阴冷青年说道 你是雪冷还是雪葵 那青年哈哈大笑道 本公爵雪冷 说着指向中年人对方名叫雪葵 那雪葵说道雪冷正是他的儿子 并表示徐三世不该烫这趟浑水 没有徐三世雪冷早就坐上皇位了 纵使徐三世有皇室直系血脉 今天也必须要死 徐三世的母亲雪凌勋文言气的翘脸通红 中年人雪葵微笑解释道 日月帝国帝后战神已经答应我们 只要我们拿到了统治地位 那么未来只需要向日月帝国臣服成为蜀国 我们斗灵帝国就能够幸免 之前偷袭皇宫覆灭皇室的两只魂倒师团 就是这雪葵放进来的 雪葵冷声到这场布局终于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 徐三世看着敌人的五位封号斗罗 也猜到其中定有日月帝国的人 而他们一共就六人 封号斗罗只有叶古一一人 大战一触即发 徐三世背着雪葵勋与唐门几人开始向外突围 叶古一此刻也展现了真正实力 重重包围中他一马当先圣光普障 很快就将一名封号斗罗燃烧殆尽 激战片刻后 叶古一第九魂缓闪动 背后六亿骤然增加到了十二亿 恐怖的金光猛的波洒开来 在他的保护下周围七八黄魂师的集体攻击 已经无法对他再造成任何破坏 而叶古一的第九魂既名叫天使之神 此刻他已经不属于人类的范畴而是神 天使之神施展后只能持续十秒钟 但这十秒钟内 叶古一能拥有极限斗罗境界的实力 如果他成为超级斗罗 这个天使之神状态将会延长到三十秒 叶古一手持金光升腾的圣剑 无数圣光剑刃飞射而出 正面两名斗罗强者还想抵挡 怎料手中武器瞬间被拟灭了 更有六人当场在圣光中净化 一名防御系斗罗强者同样被劈得倒飞而出 趁此时机 一名九级魂导师 随着橘红光芒闪过徐三十道飞回大殿之中 叶古一也结束了天使之神状态 绝望之色渐渐浮现在堂门众人面庞之上 这时南秋秋咬紧牙关也迅速穿上兵级战神甲 他已经准备好殊死一搏 他的兵级战神甲不如霍宇浩那一身 却也能暂时让他拥有接近封号斗罗的实力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 突然间外面传来一声惨叫 敌军闻生全都是脸色一变 暗道很可能是徐三十的援军来了 下一瞬二十几人全力以赴释放魂技 铺天带地般从四周奔涌向徐三十 只要击溃防御力最强的徐三十 短时间内便能将这六人杀得片甲不留 面对这四面八方的恐怖魂技 徐三十不仅没有惊慌 反而露出诡异的笑容 只见他转身被对着敌人挥动玄武盾 第四魂技玄武置换瞬间发动 光芒一闪徐三十消失不见 另一道身影出现在他先前的位置上 正是紧赶慢赶终于到来的霍宇号 霍宇号一出现大殿内温度狂降 一根根三米高的冰刺悍然突出 将所有袭来的魂技全部阻挡 那四名封号斗罗都被这冰刺弹飞出去 灵魂震爆 低沉的声音从霍宇号口中响起 陡然间敌军众人只觉头部如被锯锤砸中 纷纷从武魂真身状态解除 各个口鼻出血遭受重创 群体虚弱 精神混乱 霍宇号的话语好似言出法随 一时间敌人们陷入茫然成为了软脚虾 做完这些霍宇号的动作并未停顿 只见霍宇号手持一柄深蓝色长剑快速斩出 递见兵极无双 那叛军中的四名封号斗罗全部化为冰刁倒飞而出 一见冰封四斗罗何等威能 但更恐怖的还在后面 就见霍宇号高喊道 吹起吧暴风雪 正是第八魂纪冰雄暴风雪 一瞬间敌人方向的温度骤降零下二百度 这些平日时强大的魂胜魂斗罗们 面对这种接二连三的攻击 最后只能蜷缩身体防御自身 十几秒后大殿一侧化为了冰雕世界 短短几十米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大殿外须三十抓着雪葵走了进来 唐武童则是手中抓着雪冷 霍宇号斩年一笑说道 大家好你们想我了吗 蓝秋秋上前当兄就给了一拳说道 你怎么现在才来 然后看着唐武童说道 武童你没事了真是太好了 而叶古一和纪绝尘都跟看怪物一样 看着霍宇号 纪绝尘冲到霍宇号面前 询问着他是怎么做到的 根本没用强大魂技 就将这么多强者解决了 霍宇号黑黑一笑说道 我和武童的五魂融合恢复了 五魂融合效果能维持十秒 这十秒内无限接近于极限斗罗水准 霍宇号骄傲到对付这些小杂鱼 根本不算什么 徐三十母亲雪灵勋好奇地问道 这位是你们史莱克学院的前辈吗 怎么看上去如此年轻 徐三十一脸无语道 妈您就别搞笑了 这位是我师弟 就是不久前凭一己之力连胜七场 击溃了五名封号斗罗 加两名九级魂导师的修罗之童 林丁斗罗霍宇号 这位是龙蝶斗罗唐武童 雪灵勋听后目瞪口呆地说道 臭小子你简直就是个废物啊 你看看人家比你年纪还小 徐三十瞬间苦笑道 正常人能和怪物相比吗 霍宇号咳嗽了一声 表示先处理正事吧 很快徐三十召集了仲臣义士 告诉王公大臣雪冷雪葵 暴反失败 并表示自己兄弟 是来自史莱克的极限斗罗 此言一出全场接惊 有些小心思之人也都被镇住了 毕竟徐三十背后 可是有极限斗罗作为靠山 随后徐三十当众 首任了雪冷雪葵两个叛逆 做完这些徐三十拉着江南南就走了 表示这皇位谁爱做谁做 但前提是必须经过 他母亲雪凌勋的同意 众臣文言一呆随即跪求 徐三十不要走 要知道如今斗陵皇室血脉难盯 就只有徐三十一个人了 只见徐三十停下脚步讲道 以后我和我妻子生下的第一个男孩 会让他信雪 如果到时候没人反对的话 就会将他送回来接受帝国的教育 严禁与此再见 说罢七道光影转瞬间消失不见 至于刚才那些叛军魂师 霍宇号在他们身上都留下了禁止 让他们其代罪立功效忠皇室 而那控制禁止的方法就在雪凌勋手上 正是有这股力量保护雪凌勋 徐三十才能放心地离去 中途夜谷一又挑战了霍宇号一次 他喜欢霍宇号但也知道不可能 只能以这种方式缓解内心思念之情 不久后众人分道扬镳 徐三十等人返回史莱克学院 霍宇号则是拉着唐武童直奔 曾经的天魂帝国境内而去 他不想看见三国被灭日月统一大陆 所以霍宇号想做的就是干掉徐天然 给新罗斗林两国十年发展时间 霍宇号按道十年后或许他能成为极限斗罗 那么真的有可能改变战争局势 不过在此之前霍宇号决定先找到橘子 若没有橘子配合想杀徐天然绝非一世 喜欢的点赞关注追翻防止迷路哦 下一集解说红尘家族红尘兄妹 涅溪水攻击日月大军